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 生性业果要学习的部分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它也牵扯到我们刚刚讨论的问题 老师不是希望大家当和平大使吗 对不对 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 他从出生开始 他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和平大使 好 然后你看到他这样你就会想说 我可不可以做到 到底能不能做到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百元经的第八卷第78则 第八卷第78则 拆摩比丘尼生食二王和解缘 他故事是说 那个时候佛陀在社会城的时候 那个时候社会城的国王波斯尼王 跟另外一个国王叫范摩达王 这两个国王本来有结怨 所以他们常常在他们的边界 布满了各种军队 随时准备要打仗的那个样子 而且互相的这个 咒骂啊 对立啊这样 可是呢 有一天呢 两位国王的王后呢 同时各生了一个男孩跟女孩 波斯尼王生了一个女孩 然后范摩达王呢 他生了一个男孩 然后 两个小朋友都非常非常的端正 好 人见人爱 然后两个国王就非常非常高兴 高兴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就开始赏赐百姓 赏赐军队 让他们好好的庆祝 然后呢 突然两个国王 好 就互相通知对方说 哎呀 我们今天生出了这么一对 这么好的儿女 那么 我们现在就约定 他们将来长大 可以成婚 我们成为倾家好了 我们从此以后和谈 我们不要打了这样 所以很奇妙 那个小孩子一出生 本来两个互相对立的大国呢 他们就决定 哎我们要和谈了这样 我们两家生的小孩 将来就有结成姻缘这样 好 就化干戈为玉伯 他一出生就是这样的结果 后来呢 波斯尼王的这个女儿 长得越大就越来越端正这样 然后长到七岁的时候呢 那个泛摩达王的那个王子 也是七岁而已哦 他也知道说父母亲从小就 让他可以娶那个波斯尼王的女儿 所以他七岁 他就跟他父亲要求 他就准备了种种的珍宝宝物啊 然后送到波斯尼王那边说 啊可不可以 把您的女儿娶过来这样 七岁哦这样 然后呢 那波斯尼王想 哦本来就有答应你啊 那可以啊 这样子 但是呢波斯尼王的这个七岁的女儿呢 他很有善根 他觉得人生难得我已经得到了 佛法难以我已经遇到了 现在佛又出世了 好 我怎么可能再去缴轮回里面这些俗事 让自己受苦呢 他就坚持不肯 怎么样都不肯 然后呢波斯尼王就说 你不要害你爸好不好 好 君无戏言 我已经答应人家的事情 我怎么可以反悔 而且呢 你不知道吗 前面已经有阿瑟士王 已经有波渠利王 这些 几十个国王啊 都是因为讲了妄语罪 很严重的妄语罪 结果堕到地狱里面去了 结果他前面有答应 后来他又反悔嘛 这样 然后他说你不要害你爸啊 你爸讲过的答应的事情 不能反悔啊 就一定要把他嫁出去这样 后来呢 这位公主啊 七岁的公主啊 他没办法 因为他的父王已经回复人家说 你七天之后就来娶这样 然后呢 这个七岁的公主没办法呢 他就登上高楼 一直常跪合掌 一直向那个奇缘金色佛德的方向 自成恳切的祈求求救这样 然后呢 那个时候佛陀感受到了这个女孩的自成的奇情 佛陀就出现在这个七岁公主的面前呢 为这个七岁的公主说法 他一听法就证得了三果 三果 阿那罕果 三果 然后呢就变圣人了 可是其他人都不知道 因为佛陀说完法佛陀又显神通又离开了 所以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佛陀有来见这个公主 有帮这个公主说法 也不知道这个公主已经证了三果成为圣者 都不知道这样 七天之后呢 那个泛摩达王的王子 带了大队人马 准备了各种聘礼 亲自来迎娶这个七岁的公主嘛 对不对 然后结果呢 一见到公主的时候 公主已经成为三果的圣人了嘛 对不对 公主就永生虚空开始显现神通 做了十八种变化 东永西末 南永北末 好 然后行柱坐卧都在虚空上面 非常的自在 然后再回到地面 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波斯逆王 然后那个泛摩达王的那个王子 全部都吓坏了 说啊 我的女儿 或者说我的新娘已经变成圣人了 他已经变成圣人 我还敢娶他 开玩笑 好 然后因为女儿已经变圣人了嘛 包括波斯逆王啊 包括他这个王子的先生啊 都这个很恭敬的跟他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已经成为圣人了 这样子冒犯你真的是 请你千万千万要宽恕啊 你现在想出家没问题 一定可以出家这样 好 然后呢 这个公主呢 就带着他的那个先生 来到这个佛陀的面前 然后佛陀看到他们两个 好 因为他的先生也被他感化 那个七岁的王子也被他感化了 也生起了那个想出家的心 佛陀看到他们两个七岁的小朋友过来 佛陀就说 善来比丘善来比丘你 就虚法之罗法不再生 成为比丘跟比丘尼 然后呢 那位比丘尼就是那个七岁公主 七岁的公主呢 他出家之后他精勤修行 那很快就正了阿罗汉国 那时候僧团的比丘呢 就特别请问佛陀 说这位差摩比丘尼啊 他苏生种了什么样的善业 怎么会有这么苏生的国报 他一出生的时候就两个国家变成和平这样 好 然后七岁的时候就得到佛陀的这个救护 好 就可以顺利的出家 然后正阿罗汉国 然后佛陀就说 上一尊佛 加瑟佛的时候呢 加瑟佛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有一位妇女 有一位妇女 跟他的先生 两个人不和睦 常常吵架 常常吵架这样 但他们又有学佛这样 所以呢 学了佛之后他们就互相劝谏 说哎呀 我们一起去受八关灾戒 常常去受八关灾戒 然后受完八关灾戒之后呢 就 共同发愿 说哎呀 希望我们将来不要这样吵下去 希望我们将来生生世世 都是富贵的不得了 好 而且呢 都不会斗争 然后都会和解 这样 他们就这样发愿 夫妻两个就一起发愿 受八关灾戒 受完八关灾戒 都在一起发愿 希望生生世世 都能够继富且贵 而且再也不要斗争 都可以和平相处这样 然后呢 佛陀就说呢 那个之后呢 他们生生世世 都是生在天上人中 就是继富且贵 而且呢 生生世世都是和睦相处 然后跟他们相关的人 也都会从斗争当中 变成和睦相处这样 然后佛陀就说 那个时候那个妇人 就是今天这个七岁的公主 他的先生就是这个七岁的王子 好 那个时候妇人的父亲 就是波斯尼王 那个时候 先生的父亲 就是现在犯魔大王 就是过去的姻缘是如此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是和平使者 他过去造过善业 他发过善愿 要促成和平 所以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做到 你现在可不可以造善业发愿呢 可以啊 但因为我们生生世世 都是众生的和平使者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生性业果的公案 我们今天所有的课程就进行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